歡迎各位貴賓以及各位同學來到今天的文倩講堂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方君 我是韋德 今天我們的演講名稱叫做我們的秘密花園 那秘密花園是哪裡呢 我們準備了一部小短片 請各位欣賞囉 Every time I miss you 泣きたい時は泣いていいよね Hello! Hello my love 君をもっと苦しくなるの 涙が止まらない 悔しいくらい今恋してる Hello! Hello my love 世界で一番君が大好き Wow wow My love I'm just in love あいつのどこがそんなに好き 友達はみんな不思議があるけど なぜか出会う前からずっと一緒にいた気がして 君が笑うと嬉しくなる もっとかしいくらい切なくもなる 飾らないその笑顔 私だけの物がないのに Hey! 君は今どこで 誰といるのかな 恋の魔法があるなら お願い え 方君 看完這部影片 你有沒有夢想過像住在像這樣的地方 當然有啊 你這就問對了 我跟你說 我房間的洗髮精 沐浴乳 洗衣精 還有我機車後座 我都放熊 那個薰衣草味道的熊寶貝喔 那你根本就是一個薰衣草控啊 對啊 所以我就說 我非常嚮往住在這樣子的一個房子裡面 那你的夢想呢 你有什麼夢想 我的夢想 對 我小時候的夢想 曾經想當個超人 實際一點的好不好 現在的嗎 對 現在夢想 我不太好 有點難啟齒 有點不太好 說出來怕會對大家笑 大家會笑他嗎 那就笑吧 大聲笑 我聽到說會 大聲笑吧 其實我夢想很簡單 我想要當一個好男人 你 這是公開真女友的意思嗎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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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 我覺得 誰做夢想一定要 多麼誇大 我覺得我夢想就平凡無奇就好啦 平凡無奇喔 那這樣還算夢想嗎 畫靠不能那麼說喔 你有沒有想過 亭妃老師 當初也只是抱著一個簡單想在山上開一間咖啡館 那你能夠想像變成如今的薰衣草好遠嗎 我知道是那個在山上全台最偏僻的薰衣草森林咖啡館對不對 對對對 那我現在就來簡單介紹一下亭妃老師 亭妃老師 你們知道嗎 他曾經其實是一個鋼琴老師 但是他放棄他舒適的生活圈 選擇到山上開了一間咖啡館 你知道是哪裡嗎 薰衣草森 剛剛不是講了 就是你剛剛說最偏遠的那個薰衣草森林 對 那我夢想中的小物 平時呢 亭妃老師喜歡彈彈鋼琴 喝喝咖啡 然後他說過一句話 彈話聲中有音樂 看一本喜歡的書或雜誌 對 然後 你不覺得 亭妃老師真的是一個充滿知性美的一個女士嗎 哇 講完女士那換我講男士囉 那我們的執行長王春華 王老師啊 這邊我相信應該有一些人是認識我們王老師的 因為他在四月的時候 已經有來過亞大辦演講 請問是修氣器同學有在這裡嗎 修氣器可以舉個手嗎 好的沒有人沒有關係 不好意思舉手 我知道大家還不太認識我們的王老師 因為沒有參加到上一場演講 不過沒關係 因為今天的演講我們的王老師也會再來一次 我們可以更加認識我們的王老師喔 夢想在達成之前 其實會經過蠻多挫折的 你知道薰衣草在生 薰衣草森林一路走來 其實他經歷也蠻多挫折的 像是水災啊火災啊 還曾經還差點要熟一點 但是如今他已經連續入圍 入圍台灣百大旅遊景點 連營業額曾經從七十萬到去年的五六億元 五六億元 如果是我剛剛看到開頭的那個影片啊 我一定再偏僻我都願意去 像這個沒有門的咖啡館 薰衣草森林的沒有門咖啡館 為什麼他沒有門會變成他的特色呢 其實這個咖啡館背後有一個小小的故事喔 就是當初老師他們 又花了兩百萬元要蓋這一棟咖啡館 但是後來因為錢不夠 沒有辦法做門窗 所以他就變成一個非常有特色的 無門窗咖啡館囉 擁有你的夢想 莫忘你的初衷 那接下來讓我們用熱烈掌聲 來歡迎我們的 亭妃老師 村皇老師 以及文倩老師 掌聲歡迎 非常謝謝各位 來去過薰衣草森林的人舉手 去過薰衣草森林的人舉手 OK好 太好了 然後不喜歡那裡的人請舉手 很喜歡薰衣草森林的人請舉手 喔好 然後你們去過苗栗的明德水庫的薰衣草森林嗎 有多少人去過 去的人很少 你們主要都是去台中的薰衣草森林或是新社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 OK好 文倩姐我可以多問一句嗎 想要來薰衣草森辦婚禮的請舉手 哇太好了 等一下跟我們拿單子簽一下 你們下面的人很年輕 你讓他們的人生想清楚要不要結婚好不好 謝謝謝謝 我覺得應該離婚去薰衣草森林 這樣心情會好一點點這樣子 OK 我們現場呢是兩個很特別的人 他們的故事呢對所有的人來講 不是叫新知方庭應該叫天方夜譚 這樣對嗎 所以你們為什麼沒有一個名稱叫天方夜譚 這樣 那個阿里巴巴用過了 真的嗎 OK好 我們很高興今天可以採訪他們 那因為你們很多人可能去過這裡 可能去過那裡 我前面我們請兩位坐 我們談秘密花園 那我們先來講一下 我們今天再坐兩位 第一位是薰草森林的創辦人 林婷妃 哈囉婷妃好 嗨 大家好 還有另外一位 我們知道原來有兩個女生 她是詹葵君 她今天在天上看我們 她已經離世了 蕙君走的時候幾歲 聽飛 44歲 OK好 再來 如果這兩個做夢的女人 沒有碰到執行長王春皇 其實他們很可能是兩個做白日夢 最後夢碎的人 所以王春皇是幕後最重要的功臣對不對 對有可能跟蕙君就打架分開了 好 我們介紹他們完之後呢 我想來看一個 世界周報 兩個女生創業傳奇浪漫 打造幸福產業 因為這樣的話 大家會 不管有沒有去過的人 我們剛所看到的環拜民宿 正是台灣著名的薰草森林 兩個女生 她們帶著她們的夢 到了北海道 就在當地最不景氣的時刻 她們買下了第一個外國法人被批准的民宿 她們花了多少錢呢 我問了兩個女生 其中一位女孩 我聽了大吃一驚 你可以想像日本現在的房地產 就是她們在北海道的 三千坪地的民宿呢 只有三千五百坪 只有賣三千萬台幣 你可以想像在當地呢 她們其實多麼渴望 外來的遊客 可以促進當地的觀光 我們剛所看到的 是只有內行人所知道的 日本最美麗的村莊角落 它的地點呢 就在北海道的中部 大概緊鄰著著著名的薰衣草 富良也就在她的南方 那麼整個北海道最重要的城市呢 札晃大概車程兩個小時左右 台灣的兩個女生 薰衣草森林的兩個女孩 一個原來是在鋼琴當家教在高雄 另外一個呢 其實是在花企銀行 擔任金融公司的一些職員 那兩個人呢 就為了喜歡花草 毅然的放棄她們的人生 走到一個階段 到現在十年 誰也沒有想到 她們的事業越做越大 不只做到了北海道 我們剛剛所看到的環買民宿 在台中最近 她們更有一個 跟魏丹合作的 其實手筆非常大的一個 以婚姻為主的 新薰衣草森林 這是我的助理抓的 所以我也不知道她抓薰衣草森林 哪一個 我本來以為她會抓 很多水庫的 是我們中華民國建國 100年的年代 選擇在今天結婚 但代表了 就是一個非常好的 十全十美的開始 民國一百年 新人在這裡 踏出人生 新的開始 兩個女生 詹惠君 林婷妃 從九年前 新設的小咖啡館 薰衣草森林 一路打造幸福產業的版圖 莊園市婚禮的 新枝芳婷 是她們的第五個品牌 新枝芳婷就是 有慶典區跟油氣區 那油氣區就是約會區 那我們也想對 顧客來這邊 約會區之後 然後她以後 她們要結婚的時候 可以來這邊步入禮堂 元旦這一天 約會區成了擁擠的樂園 異國情調的空間裡 年輕的男男女女 距離幸福的彼岸 一步之遙 我們一直以人為本 以人的那個角度來考量 就是說 我們站在顧客的角度 去看顧客想要的是什麼 然後我們從員工的角度 怎麼樣讓員工會快樂 那服務呢 我們就是把顧客當朋友 在做服務 1998年4月 首次採訪詹惠君 雖然談笑風生 但她戴著帽子 畢竟是肺腺癌四期的病人 當時已有200名員工 如今療程結束 找不到白症的影棕 管她一頭服貼自然的捲法 薰衣草體系不曾停止茁壯 小樹已有森林般模樣 外商職員和鋼琴老師攜手 素人龍登創辦人 寫下幸福傳奇 我們的員工數目前是300個人 所以部分我們的目標是5億 今年 那在遠期來講呢 就是希望能夠到跨國去經營 一跨就跨到他們夢想的原鄉 北海道來了 我先幫你們拍一個紀念照 我們先在台帽前面 我先幫你拍個照 好 笑得開心一點喔 OK 我們裡面請 好 謝謝 繼續喝個熱茶 好 其實我們管家自己很喜歡坐在這邊 就是看這個山法帶 對啊 然後夏天的時候下面啊 這邊會有種就是蕎麥 那明年就是這塊地的主人 她已經準備要種粉紅色的蕎麥 所以到時候會很漂亮 窗前是無敵美景 超廣角之路 靜營軟膩的白雪 飽滿的包覆出大地 線條溫柔起伏 順著兩邊延伸的白畫樹 自然將視野往前推展 鏡頭 雄昏壯美的石聖連峰 一股風風相連到天邊的氣勢 我就因為一張旋雨草的照片 然後我們想要開了旋雨草森林 所以其實在這幾年 我們一直希望說 有機會的話可以 回到薰草的故鄉 來有我們的據點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在三年前的時候啊 就跟著我們的團隊 一起到美英不良野這個地方 來採訪這間民宿 幾番肯談 原主人決定退休 只留下滿牆對於美英最美麗的回憶 改由台灣團隊經營 成為當地第一件外國法人投資案 我們是美英地區唯一的台灣人 對 所以美英地區的鄰居都對我們非常的好奇 我們會用當地的菜 然後透過簡單的這樣的一個料理 然後來跟客人說這邊的菜的故事 現在巴林桑的這個麵包呢 是從一家咖啡店 用天然酵母去發酵而成 使用的麥呢 是美英的香麥 香氣的香 它就是晚秋播種 跟春夏播種 鬆成而成 混合成的一個麥 它味道非常的濃 所以來到這邊你就可以吃到北海道 它非常具代表性的一些食材 比如說帝王蟹啊 在捕捉帝王蟹的時候 是要用鐵的籠子下去捕捉它 所以要把那鐵籠子打起來 是要非常大的力氣 所以這道菜裡面 這樣會被人的活動 我們抵達的時間 耶誕後新年前 幾乎沒有客人入住 新團隊接手半年 第一次面對雪地冰封 台灣人遠征北海道 不同於當地農家主人 建議民宿的簡單型態 該以高規格高品質高成本的方式 如何克服經營的寒冬令人好奇 跟在地的關係 這個很重要做得很好 那我們也很很很謝謝 就是說富田農場的前總經理 帶我們認識了很多當地的一個 像白金溫泉的老闆 然後呢或是我們附近的鄰居 日本明堂溫泉數不深屬 白金溫泉擁有全國排名24的加美全職 附近的瀑布溪谷白化成群 一斤雙雪鋪排更加美不深收 富社的滑雪場都有的好去處 總經理表示當地外籍遊客中台灣人最多 他相當樂於對初來乍到的緩賣民宿 清囊相受當地採賣經營的美美角角 很少看到一家三百人的企業 員工和創辦人能如此打成一片 慧君說自己是岩父 亭妃則如同慈母 兩個女生同樣浪漫 但理性與感性 濃度過於不同 角色自然分工 相較於工作超時 甚至過老死的職場環境 這間強調幸福 浪漫色彩濃厚的企業 真是企業經營的藝術 而且還在繼續成長之中 還會繼續考慮在海外設立 未來如果說還有好的地方 我們也願意拓點 這樣看機會 看或許是到普爾旺斯 最後講話的是慧君 看了什麼感覺亭妃 她希望到普爾旺斯 說不定她現在她的靈魂就在那裡 她應該已經去度假好幾次了 就看到她 然後聽到她的聲音 其實蠻想念她的 她走了多少年了 至今快四年 四年了這樣 您的麥克風可以直接講話 到1月14號 1月14號 滿四年 滿四年了 我又寫一篇文章 放在我心的塑膠 給逆境中的你 其中是寫詹惠君 當然這幾年我們看到台灣 有非常多的年輕人 他們很勇於做夢 然後薰草森林其實就是像一個 很特殊的Miracle 當然執行長的角色是很重要的 那詹惠君她本身的創意 她的美感 她很會畫圖 她自己順手寫來就會寫一些很棒的詩句 這個很重要 然後庭妃也有一種特殊的美感 然後他們碰到了原來是做防仲介業者的王執行長 她讓他們擁有了理性 可是王執行長呢 又讓他們的感性充分的發揮 因為你認為沒有了他們的感性 徐草森林就不會有動人的故事 這是有一次我跟王執行長兩個人談話 他們的一個合作 那在一個團隊裡頭 很理性的人 他有的時候會以為 我管財報我管什麼東西 他不太懂得尊重感性這件事 而很感性的人 有的人會覺得 你就是同臭錢 我不要聽你的 但是他們彼此之間對這個事情 大家的共同的熱愛 然後不同的分工 應該是這樣講吧 就是都是 尤其是王執行長其實一剛開始的時候 兩個女生 他們在新設的第一家店 那時候你們開始種花開幕 就是在王執行長他們家附近嗎 對不對 就在他們家 就是他們家 從他們家開始 他們家的土地上 那個時候你還記得 亭妃那個時候是什麼樣的人嗎 亭妃是我表妹 我從小就覺得這個 她是你表妹 對 我表妹 OK好 是真的表妹 所以才會跑去你家 對 才會跑到我家 她是我阿姨的女兒 我從小看她長大 然後就覺得是永遠長不大成熟 然後講話又沒有條理 反正 所有 妹妹的所有的缺點 我都看得一清二楚 所以我就覺得她去開咖啡館 不可能會成功 然後她跟 惠君兩個人跑到你們家那裡去 是 惠君 惠君是 讀管理 也在銀行工作 可是她痛恨銀行的工作 所以她的工作一直覺得她不快樂 每次進銀行 她就想著五點半要下班 那這樣過了幾年之後 有一天 我說那 倒不如這樣吧 那我有一個表妹也跟你一樣 這麼的浪漫 那你們 你很想重薰衣草 她很想開咖啡館 那你們一起去合作吧 這樣子 那就到你們家開始了 然後聽說他們剛開始 連怎麼樣盯一個房子 做什麼事情通通都不會 對不對 惠君開始 因為我們沒有錢 所以自己親手做 那我記得惠君是穿著高跟鞋 從花旗銀行 穿著套裝跟高跟鞋的服裝 準備要去除草搬石頭 然後大概 坐了20分鐘之後 我們所有人 叫她坐在旁邊看就好了 然後 很多你們旁邊 新生的很多農家 大家就來開始 教這兩個笨女生 怎麼開始開一家店 是不是這樣 對 所有的人都會覺得 這個事情不可能成功 就是各位同學你們也會有夢想 所以很多人會跟你交冷水 因為第一個地點不對嘛 新社那時候實在是太遙遠 路比現在更小 完全不能會車 你不可能開一個多小時的車子 到山上去開一個咖啡館 那時候的新社是根本沒有觀光客嗎 沒有觀光客 那時候也是921地震之後的第二年 是一個重災區 第一個錯誤的地點 然後也是錯誤的時間 也沒有經驗的兩個女生 再加上完全沒有錢 他們湊一湊 工作了五六年 存下的各存了一百萬左右而已 所以完全沒有錢 所以以創業的環境來講 那你為什麼要陪他們做這個可笑的事 他應該是看不下去 其實剛開始 在開墾的過程當中 執行長就不斷的會回來看 看看我們的進度如何 然後 會跟我們稍微聊一聊 然後甚至去帶我們到外面去找一些買餐具的廠商 因為我們對台中都不是很熟悉 尤其是我 那就會去找一些廠商 然後甚至去拜訪一些開店開得很成功的人 你的目的是什麼 是叫他們兩個說 你的夢也該醒了 對 我的目的是 你去看看別人 人家這麼專業 這麼有準備 然後準備的錢 地點這麼好 然後菜煮得這麼好吃 就是你們有一項是行的 你應該仔細評估之後就決定 所有的那個 就跟那個《一週刊》上面寫的 所有都是列列列列 比較表下來 應該你就會打消念頭 那你後來為什麼願意陪他們 一直一路走下來 談一下Turning Point 你又不是愛上他們 我沒辦法愛上他們 但是我妹妹 我是一個 就像文謙講的非常理性的人 我很擅長於去做分析 然後就覺得 這件事情應該要這麼做 不可能那樣做 那後來就發現好像 不是那個樣子 為什麼 不是那個樣子 就是人或是事業 不是只有柴米油鹽 不是只有那個 那個損益平衡表 就能夠決定一切 可是我看到他們在創業的過程裡面 雖然前途渺茫 可是所有的人都告訴他 大概有一卡車的專家 都告訴他們 你們不會成功 肯定會倒 那個可以載滿一卡車的專家 我也是上面 卡車上面的那個人 可是 可是看到他們的眼神 這件事情就會讓我 有若有所思跟若有所失 對 因為我很久沒有看到 那種眼神裡面閃耀的光芒 對著一個渺茫 可是是一個無盡的那種希望 老實講我很渴望 也有同樣這樣的眼神 所以你一方面覺得他們不行 一方面又很羨慕他們 為什麼他們可以活到 眼睛是發亮的 對不對 對 沒錯 那你什麼時刻開始懺悔 然後才驚覺 你應該跳進來 幫助他們完成夢想 然後讓一切可以成真 大概開幕完兩個月之後 我就開始懺悔了 因為兩個女生會吵架 然後吵架之後 就是無法 就是兩個創業的女生 她無法調停 因為女生一定會吵架 無法調停 所以只好 女生一定會吵架 對 他們只好找我來投票 你學一下他們怎麼吵好不好 我是很好奇 惠君是一個非常關注到客人的狀況 的一個人 客人有點不舒服 或是比如說 他會為了整晚 明天那個薰衣草盆栽 讓客人拿到手裡很舒服 他要包包 用很精緻的那個瓦嫩子 熬夜 然後把它包起來 希望客人再摸到那個的情況 會非常的舒服 那惠君是這樣的一個人 那亭妃是一個非常溫暖的一個大姐 也有點像大姐 那時候是小姐姐的 現在是大姐的 那她會認為天氣太冷 或是有一點下雨 對夥伴來講會不舒適 她會餘心不忍 所以兩個出發點都很好 一個是面對客人 一個是思考到我們自己的夥伴跟員工 跟工作團隊的這件事情的時候 它中間就會有衝突 你希望服務客人好一點 可是夥伴就會更不舒服 你希望夥伴舒服一點 工作流程順暢一點的時候 客人的感受其實不會那麼好 這中間會有一個根本上的一個衝突 你兩個學完就去找你了 學完就去找我 然後叫我投票 他可以選A還是選B這樣子 你那時候的感覺是什麼 你覺得你怎麼倒了八輩子 我覺得有夠衰 搞這種事情小撐益 然後一天只做三千塊 然後六點半打揚算到十點 那個賬都還沒算清楚 三千塊而已就算不清楚 然後兩個又會吵架 對 那這個事情實在是我所謂何來 他們連三千塊兩個人賬都不會算 對 其實也不是不會算 慧君有銀行背景嘛 可是我們賬跟現金就是對不準 你們現在聽完了 大家都會對自己創業 越來越有信心對不對 OK 然後繼續說 我很想聽 因為我聽了比較多兩位女生的說法 真的很想聽警長你怎麼講 他們兩個實在太好笑 然後呢 然後慧君 慧君比較好 就像比較嚴富 就您剛剛提到的 他對事情的反應好惡是非常明顯的 所以他容易生氣 有時候生氣就不太想講話 那氣氛就會很僵 工作環境的氣氛就會很僵 可是他面對客人的時候 就馬上能夠放下那些情緒 那停飛是 剛好是完全相反 停飛是幾乎沒什麼脾氣 他的EQ超級的好 他也不會跟人家吵架 你跟他吵也吵不起來 可是惹毛了停飛的時候 就問題就很嚴重了 所以他們常常會鬧得很僵 有時候 停飛有一個比較嚴重的問題 停飛完全沒有數字觀念 他沒有數字觀念 我們剛開業的時候 他就停飛發現 那個桑盛 那一年 新色的鄉下的桑盛盛產 然後打汁非常好吃 所以他覺得應該開發一個產品 叫桑盛支 那問題來了 我們生意其實 剛開始非常差 他訂了不到一兩千公斤的桑盛 那我換算那個桑盛 在那時候的業績量 我一訂我臉就綠了 因為那個帳單拿給我看 廷飛 惠君就很生氣 然後給我看 大哥你看廷飛是幹這種事啊 他訂了那個桑盛 結果我一算 那個桑盛總共要賣15年 如果以當時的生意要賣15年 所以廷飛說沒關係 沒關係 我們先把它打成果汁熬起來 變成果醬 然後只好再去買兩個大的六門冰箱 再把它冰起來 所以我們剛開始第一個月的業績 全部花在買冰箱跟買上升上面 就完成了 那我一看就完蛋了 那這個事情怎麼辦呢 15年了 對 要賣15年左右 他就沒有那個概念去想 所以各位同學你們放心 連這樣都能夠創業成功的 天底下沒有困難的事情 OK 那兩個月之後 你看到他們兩個人一直吵架 你不是勸你的表妹還有阿姨說 你這個女兒也算得差不多 要回去 你為什麼是變成你自己撩下去 你剛剛提到說 你注意到明明那麼困難那麼荒謬 然後根本就完全沒有數字觀念 或者是很多事情就是太求好心切 可是你羨慕他們 我羨慕他們 對 對一件事情單純的夢想 以及夢想逐漸實踐的那個困難的過程 你可能今天整天都只有兩個客人 到晚上的時候 你看我 我看你 可是第二天還是滿懷著 沮喪了一個晚上 滿懷著那個熱情 還是能夠繼續這件事情 為什麼聽飛 這個我要問你 為什麼你今天只有兩個客人 然後明天還滿懷著熱情 你精神有問題嗎 應該是跟數字概念沒有概念有關係 因為有收入就覺得好開心 只有兩個客人耶 可是你就會覺得有收入啊 然後客人跟我們 那兩個客人也跟我們聊得很開心啊 然後我們自己也跟客人分享得更開心 所以就每天都非常開心 所以最幸福的客人是 一剛開始就去薰衣草森林的客人 可以這樣說嗎 對不對 對 因為他們可以在那裡坐很久 對 然後他們跟你聊得很開心 對 你也聊得很開心 你的商事要賣15年 搞不好他買一杯 你送他五杯有可能 你怎麼知道客人那時候買香草茶 我們就送他餅乾 因為你們賣不掉的就趕快給他吃這樣 沒有沒有 餅乾我一直都是賣不夠的 然後因為那時候剛開始不敢花大錢 所以就買正在特價的烤箱 三千九百九十九塊而已 所以那個烤箱一次烤好的餅乾 只能烤六片 那烤好六片 我們五十塊就六片就出去了 所以一天下來 買餅乾的人非常多 我就拚命的一直在那邊烤 都是現烤的 因為他講的還是六塊 他覺得很得意的樣子 你聽了覺得 他現在還是沒有數字觀念 所以後來 OK 你繼續說 你為什麼加入了兩個女生 而且從頭到尾都兩個女生 沒有人注意到你這個男生 對 是我很知道 如果沒有你 他們其實很難成功 而且你非常尊重他們 所有的故事都叫兩個女生創意的故事 從來沒有人把故事的主角當成是你 你從頭到尾沒有覺得憤恨不平嗎 一開始他是兼差來的 然後後來他才辭掉他的工作 全心全意的投入下來 我知道 可是他後來還是兩個女生 一直講個不停啊 對不對 對 為什麼 為什麼 就是 老實講 我就剛剛提到了 非常羨慕婷妃跟慧君的那個眼神跟熱情 那 這個社會給男孩子的壓力太大 我們需要功成名就 因為最近很流行開同學會 如果混得不好 回去都不敢去參加同學會 那女孩子比較不會 女孩子混不好 頂多就是像婷妃慧君就說 如果我問他們 慧君如果你倒閉的怎麼辦 他說倒閉喔 那就沒關係啊 就回去再找工作就好了 所以他們非常的瀟灑跟自在 對於工作跟生活上 對於夢想的這種追求的瀟灑跟自在 其實是一般男孩子比較少的 我們都有夢 可是我們都覺得應該退休之後再來做 等到退休之後 就發現什麼事情都辦不了了 我就羨慕兩個女生在30歲 能夠做那件事情 那一年我35歲 所以我在思考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35歲嘛 那時候我在大陸工程工作 我擔任大陸工程的一個子公司的一個主管 然後 就是都會開那個主管會議 那不知道為什麼做工程的頭都比較容易凸 所以就看到很多主管頭都半凸 然後眼睛很亮 那個額頭很亮那個樣子 我就想說如果再做15年 我可能頭也會凸也會坐在這裡 就覺得這個好像不是我要的 然後後來就是因為這樣子的一個思考 我思考到自己工作的困境跟平靜 雖然我35歲已經能夠當到一個公司的主管 可是這真的是我要的嗎 第二個是我想找回那個發亮的眼神跟夢想 所以兩個女生的夢想也感染了我們 感染了我 所以用一個最簡單的講法 我們再大的一個技能跟專業的知識 就是最終就是為了一個夢想或是理念來做服務 那這是我為什麼不甘於 我會甘於不是一個男生 而是在兩個女生下面 對 這個是我真心誠意是 我在外面講的時候我一直在講就是 因為創辦人他獨特的一些想法 造就跟形塑的這個公司 而倒不是專業技能 因為這個世界上其實 不需要多一家平凡無奇的咖啡館 也不需要多一家平凡無奇的民宿 這是我一直講的 那唯有這種奇怪的人 才能夠創造出這個世界更繽紛的花朵出來 奇怪的那種一天只來兩個客人 他也覺得很開心 因為有人來 他跟他們分享故事彼此很開心 你覺得世界上需要這種秀斗的人這樣子 所以你反而是你被他們改變了 你被他們改變了 我永遠改不了林婷妃啦 你永遠改不了林婷妃 你後來有沒有禁止他再去採購 後來我很認分的把採購這件事交出去了 因為你買了15年的喪盛 從此之後大教訓這樣 對 當有團隊進來的時候 就趕快交給團隊去擔任採購 我就退休了 那當你們兩個女生 其中一個詹惠君 她突然檢查出肺腺癌 而且一檢查就是第四期 我想請問王指引長 當時你的想法是什麼 我永遠記得那一刻 那個是九年前的七月一號下午五點左右 我仍在九份 正在想找一個店面開香草舖子 然後電話響 大概五點的時候 然後我弟弟打電話給我 他說惠君去做MRI檢查發現肺腺癌 而且已經轉移到腦部 應該醫生判斷第四期 只剩下半年左右的生命 然後我站在那個豎起路上 九份就是在那個阿妹茶館 最漂亮那條路的斜坡上 我差點滾下去 對 因為惠君十八歲的時候我就認識她了 所以我認識她 她到那時候已經超過二十多年的時間 她跟我妹妹幾乎是一樣 然後我們後來一起工作 一起經營這個公司 那個情分跟是非常非常 對我突然覺得好像永遠美好的事情 在那個當下會發現 那個美好終於要結束了 情非呢 當我是大哥告訴我的 就是在辦公室的時候 大哥告訴我的時候 我以為他在開玩笑 大哥是誰就是他 就是他 他簡稱大哥 OK 我那時候就 就會自己就會心裡排斥 就會覺得不可能 然後隔天就開始胃痛 就連續痛了將近快一個月 然後回去就睡不著覺 就在不斷不斷的思考 怎麼辦怎麼辦 就一個創業的夥伴 可能即將要離開我們 那接下來我們要怎麼辦 其實在那個過程當中 惠君並沒有像醫生所預期的那麼快走 第一個 你們金瓜石的環邁民宿照常開 所以我看到他化療出來 都沒有頭髮的收拾在金瓜石 然後在那個過程中 你們又去開了日本北海道民宿 還開了台中的新脂肪艇 就他活得比醫生的判斷的時間長 他沒有因為他已經得了肺癌第四期轉移到腦部 他 surrender 他的 life 他沒有 他就因此把時間 就充分地利用 你可以想像嗎 就是說一個人在非常短的時間裡頭 從他發病 九年前 然後他是四年前走 他最後多活了 比醫生想的多活了四年半 對不對 然後在那五年裡頭 他可以開 把金瓜石的環邁民宿開外 台中心之邦亭你們知道很大 然後跨海道日本去 到日本去對他們來講 除了要回到北海道薰衣草的那個故鄉之外 另外很大的一個原因是 他們很羨慕日本那種職人精神 然後那個時候我們問惠君 那時候他有提到說 他希望給所有薰衣草森裡的員工 有一個福利 就是他們可以輪流到北海道去工作 然後他有一個時間可以在國外工作 然後在那個地方北海道工作的時候 他們可以看到 在那個村落裡頭的很多叫職人村 他們一輩子只經做一件事 比如說他是做刀子的 他就把刀子做得很好 他是做筷子的 他就專門只做筷子做一輩子 他覺得這樣的一個態度 他很希望他裡頭所有的員工 只要進薰衣草森林的人 他感受到薰衣草的幸福 也學習這樣的一個職人精神 所以你可以想像 你的四年半 或是你的五年 你可以做多少事 然後呢 這五年裡頭 你能夠是個健康人 你能夠完成這麼多事嗎 你還敢做這麼多夢嗎 然後你還是一個被宣布 只剩下半年壽命的人 過程中你還要不斷地化療 然後好幾次一直在住院 然後開刀 所以這就是慧君的情況 我想朗誦一篇文章 好嗎 就是我寫的《親愛的人生》 那時候是他走的時候 他是2013年1月走的嘛 對不對 然後他走的時候我寫的文章 我想朗誦給各位在現場的人 然後我們繼續我們在場的一個訪問 朗誦的原因呢 是因為我想讓大家知道一個人 很年輕走到生命盡頭 但是他在30歲的時候 他沒有等他退休 他就開始逐夢 然後他以為 他的人生很年輕開始逐夢 他可以有長長的幸福人生 可是一切很快就要終止 在那個過程中陸陸續續我跟他的談話 回憶 然後他走以後我寫的這篇文章 《親愛的人生》 慧君已經走了 約末2013年1月 他的字還在 薰衣草森林的員工說 這是他留下最後的繪圖與文字之一 那個看板掛在苗栗薰衣草森 明德殿圍牆外 粉蠟筆書寫 幸福往前五十大步 他先走一步 幸不幸福與他已經無關 活下來了的你 或 男的你或女的你啊 看到幸福兩個字 可能仍有甜味 可能已經怒氣沖天 這個時候談什麼幸福啊 那麼我要告訴你 幸福離你 可能五千大步也到不了 張慧君往生前 我最後一次見他 在金瓜石 也是他一手裝飾創辦的 環邁民宿頂層和他聊天 當時他以黎肺腺癌第四期化療之後 理了一個平頭 金瓜石的風很大 底下是陰陽顏色交灰的海水 山一層一層堆高 地底顏色都是喜桃金礦留下的雜質 這裡的金已被掏空了 像如今的我們 留下的只有詭異奇特 不似人間 我上回造訪金瓜石只有二十三歲 採訪一名因太原監獄暴動事件 被槍決的政治犯的母親 當時的她已經雙眼失明 年輕的我如此形容 有些世界看不見 比看得見好 三十多年過去了 金瓜石的風依舊 風聲很凶猛 不是烏煙形的 來勢洶洶 慧君的聲音小 風一吹 她的聲音一下子就飄到空中 我始終沒有聽清楚太多她的話 只記得她平靜下的笑臉 民宿入口 小書房頂層陽臺上 到處塗鴉著她的惠筆 人要慢慢地走 靈魂才跟得上 幸福就是跟你說 你很棒 佩圖小油香 站立等待幸福的小女孩 聊天了一會兒後 問她 慧君 你幸福嗎 她擋住風 拿著手遮著自己的臉 大聲地說 幸福啊 然後掉下了淚 張慧君的故事 許多人已經知道 她與學鋼琴的林婷妃 兩個女生 丟掉城市優惡工作 跑到台中興社山上 便手抵足 開始了薰衣草森林的傳說 幸福已在她身上 靠的不是運氣 她曾如此踏實 不怕吃苦 努力追尋 她哭的是 幸福即將離她而去 而更多的是 哭她感謝自己生命雖短暫 卻早預知了人生 最貧窮的是 莫過於怠慢 錯過了幸福 她多麼謝謝自己 即使於三十歲 以勇敢且努力地 尋夢抓住了幸福 和張慧君聊天時 陰陽顏色的海浪 一個波浪 接著一個波浪 繼續拍打 一點也沒有停歇的意思 當年採礦淘金者的歷史遺跡 留下就是這些吧 時間不會停止 沒有回頭 遺跡是紀錄 太喜是後人 生命在可測與不可測之間 每個人必須選擇 自己對幸福的定義 錯過了是你自己 詹惠君即使到了死亡近身 試圖攔阻她的幸福之路時 只要身體許可 仍然以她無邪又熱烈的靈魂 在每一個她創辦的花園 民宿 留下祝福眾人 幸福的話語 生命是絕美的誘惑 也是浪費的主宗 命太順太長的人 如此揮霍 命很短的人 頭也不回 對著僅有的時間 積極奔前擁抱幸福 她過世前一年半 仍然於北海道 埋下一間民宿 只為了讓薰衣草森 回到亞洲 薰衣草的故鄉 那家民宿 我寫的時刻了 現在虧損平衡了 我寫這篇文章時候 我說那家民宿 至今仍處虧損狀態 張慧君走後 林亭妃與其他夥伴們 堅持初始的夢 這一路走過來 兩個女生最明白的道理 不就是堅持嗎 堅持信賴住每個人的靈魂 有一根金線叫幸福的欲望 堅持領會快樂的道理 日夜在心一磚一瓦 那家北海道的緩慢民宿 文謙的世界周報曾經造訪 東川小村裡許多職人 一生只做盡一件物品 距離花海拼步的每鷹 只有二十分鐘自行車的距離 霍君當時的願望 讓薰衣草森林的工作者 他稱森林人 有機會在海外工作 學習敬業專注的態度 投資之前已經知道 虧損機率很高 一年至少有四個月冰雪覆蓋 激進無法營業 但幸福從來不是以帳本計算的 生命太短 某些事我們不得不執迷不悟 例如美好 認識惠君亭妃這幾年 看著兩個小女孩集中所有的意念 與俗世軌道背道而馳 當時只覺得難得 2014年銅花季 重回認識他們的起點 一樣的季節 銅花依舊滿空慢物 即使飄落也懂得給自己 最後美麗的旋轉聲音 時間從來不等我們 台北太多太大的聲浪 已經沒有人聽得見自己的台詞 幸福往前五十大步 蕙君的看板還在 她的信念還在 你的呢 到此為止了嗎 這年頭告訴別人這些 蕙君留下的枝字片語 一個小女生的夢 是否已如星辰隕落 是否已成昨日 蕙君已在暗的另一方 我想她不會同意的 謝謝 正常的感覺是什麼 謝謝 不是我唸的時候 其實我想聽你的感覺是什麼 我想講一個故事可以嗎 當然 對 四年前的1月11號 那是蕙君最後一次住院 她在榮種 那一天是她的生日 我早上去看她 那一如往昔 我認為她會平安地出院 因為這五年多來 她經歷過了各式各樣的治療 比如說嘎瑪刀放射療法 然後標靶 然後各式各樣開刀 然後每年復發 然後每年都歷險為夷 那一次兩次 三年四年之後 我認為 因為蕙君的英文名字叫Grace 我後來都稱她叫 AmazingGrace 她不斷地創造這樣的一個奇蹟 所以我也不以為意 她那時候不太能夠說話 住院的時候 我告訴她 我要去高雄賈仙 那一天我要去賈仙 賈仙巴巴風災之後 有一群年輕人 也跟當初 亭飛跟蕙君創業一樣 不想離開那個偏僻的地方 可是大概 有能力的台灣的年輕人 大概都走了 所以在巴巴風災之後的一年 賈仙 流失了三分之一的人口 那剩下來大概就是走不掉的老人 小孩 還有更多懷抱著熱情 懷抱著希望 嫁到台灣來的外籍新娘 那這些新娘守護著我們的 這個台灣很偏僻的這一個地方 那我告訴蕙君說 蕙君我想去賈仙 因為賈仙有些年輕人 希望群英草森林去那裡開店 那蕙君非常吃力的用筆寫說 加油 應該 應該要去 所以我1月11號 就離開榮種之後 就到賈仙 過了兩晚 然後1月13號的晚上 八九點的時候 回到太中 因為天氣已經太晚了 我想說 第二天早上 再跟他報告 我去賈仙看到的狀況 我覺得我們應該到賈仙去開一家店 即便他一樣會虧損 所以第二天早上 9點的時候 我接到醫院的通知說 蕙君病危 要送回佐蘭老家 所以我就開 從台中開到佐蘭 到蕙君家裡的時候 蕙君剛已經離開 大概5分鐘 所以我們也見到他最後一面 也沒有把在賈仙看到 以及我們希望在賈仙開的這些店 的夢想想法 告訴蕙君 雖然他非常非常的贊成 挺飛也非常非常的贊成 可是那時候公司 並不是只是兩個女生 就可以輕易的決定這些事情 有非常多的專業人員 所有人還是反對 因為那裡一定會虧損 只有一千人的賈仙開一家咖啡館 是好像很好 可是賈仙沒有人喝咖啡啊 所以這個事情 在內部經過了一些討論 那最後我們還是毅然決然的 在9月1號那一年 當然蕙君已經走了 所以我們想用這個店來紀念 蕙君 所以我們取名叫好好 為什麼叫好好 好好就是女子 女子 兩個女生 兩個女生 我希望台灣這個社會 永遠會記得這兩個女生 她們夢想 不只是夢想 而且這麼困難的去實踐 而且走一條別人不容易走的 困難的道路 第二件事情 好好是兩個 就是美好跟共好 文健提到很多的幸福 後來我們透過亭妃 跟透過蕙君他們不斷的談 真正的幸福是自己過得好 而是能與周遭人事物共好 所以我們取名叫好好 歡迎大家有空到賈賢 去看看薰衣草森林 在那邊所實踐的 我們常做的瘋狂的事情 其中之一 對 謝謝 所以我們現在對很多人 就說我要有夢想 然後接著下個叫成功 我堅持走不一樣的道路 然後我們對成功的定義就是 你賺了很多錢 但是他們呢 大多數的人開始賺錢以後 他就會失去初衷嘛 對不對 他們呢 是賺到了錢 然後新之方庭 生意好到不行 新竹的薰草森林 生意很好 那新社的更不要講 他搞到新社現在已經變成一條 不會走的馬路 進不去也出不來這樣啊 那整個新社都被改變了 旁邊也蓋了很多很多 還有一些不錯的民宿這樣子 就等於是帶動了整個產業聚落 然後在這個狀態裡頭 他去北海道 我剛剛已經念了 一開始投資就知道大概會虧損 然後去賈仙 就知道不是一大概 就一定會虧損 所以你很理性嘛 對不對 是啊 那他搞不清楚還有道理啊 對 他都以為會賺 沒有沒有沒有 我不是以會不會賺來決定要不要開店的 但是你並不知道他一定會虧損對不對 用想的大概會知道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可是因為就會覺得這是很棒的事情 我們試看看 OK 來 那王警長你呢 我就是努力完成這兩個女生奇怪的夢想 對 但我意思是說 你就是因為知道說這個地方 它就是小林村嘛 那生命就在一場過程中就完全覆滅掉 我曾經請我們的文件事實報記者去採訪 你們知道什麼叫小林村嗎 你們只知道吧 我想大多數人就知道說他爸爸風災 很多人還在家裡睡覺 然後呢 那天的好雨量創下了歷史的極端值 而歷史的極端值不是台灣 是全世界 它總共在三天之內 它有一個觀測站是完全失靈的 但是推估可能下了2900毫米 另外一個是沒有故障的 大概測的是降了2800毫米左右 那因為每一次我們的農委會 它都會列出土石流危險區 然後它一列出來給你列200多條 所以大家都說我賣不來走的廣呆啊 所以它列了很多條 大家也不知道是 應該是不是應該全部都撤村 那那一次的風災 其實到今天為止 很多人都用美國有線電視網的報導 都說它是一個超級大颱風 美國有線電視網那個胖胖的黑人 還在報這個weather report 事實上那次的颱風是一個中度颱風 我們對颱風的定義中度不是雨量 強度也不是雨量 是以風來算 風是重點 可是它的特色是 它原來登陸的地點 對台灣是比較有利的 它登陸的地點是在花蓮的南部 那個地點就是說 它可以由中央山脈擋起來 然後呢 這樣子就不會 在靠近伊蘭那裡 中央山脈擋不起來 就從伊蘭然後咻 就進到整個台北縣市的盆地裡頭 那就會造成很大的風災傷害 那我們一直靠中央山脈這個屏蔽呢 其實擋住非常多的颱風 可是那一年中央山脈 它變成另外一個角色 這個角色就是它擋住了這個颱風 可是這個颱風的另外一邊有一個氣壓壓迫著它 所以它上不去 也下不來 也走不掉 它就在那個地方就不動了 所以它在原地一直轉一直轉一直轉 所以中央山脈這個地方呢 就因為它一直轉一直轉的關係呢 它就變成非常大的好雨量 那台灣那個時候討論這個問題 其實沒有什麼專業 很多人就開始罵說你種檳榔樹啦 爛啃山林 那時候我的好朋友齊柏林 它已經在拍空拍 它搭飛機這樣一空拍啊 或者是你看Google的地圖 所有中央山脈根本沒有人淹的地方 根本沒有人淹 黃倫去那裡開的地方 都禿頭了 你就知道說 那是一個沒有辦法抵擋的風災 那在那個狀況裡頭 清晨兩點鐘 小林村那個地方 已經開始不太對勁 可是沒有車村 然後大概六點左右 就突然山崩 睡的人就沒有了 那有的人來得及逃的 就逃出來 那我剛才講這麼多呢 你沒想像 來不及逃出來的人在哪裡 那是很大的山崩喔 它跟地震很不同喔 地震你會找人 就說它壓在房子底下 那小林村的人在哪裡 它走掉的人在哪裡 它就在地很底下很深的地方 你根本不知道去哪裡挖它 所以我一直到自己到賈仙 到小林村那個地方 才知道他們所經歷的 他們所經歷的不是生 離死別 而是再也見不到 他親人的屍體 於是有一個太太 她先生 就死了 她那天剛好 人 在高雄的鳳山回她的娘家 所以她沒有住在小林村 她回來已經一家什麼都沒了 她沒有家人了 然後她每次呢 就會上山 她只要 這裡有個石頭 絆到她摔跤 她就告訴自己 這下面可能是我的小孩 她走到哪裡呢 如果 又摔跤 這裡頭下面可能是我的先生在叫我 這就是小林村跟賈仙當地的狀況 那台灣有一些人呢 就開始 注意到這裡 一個是楊麗舟導演 他就去那裡 農家拔一條河 就先生那裡有小學 他要告訴他們 校長告訴他們說 你不要放棄自己 拔河 拔河是什麼 因為那裡的人 是在跟大自然拔河 跟你生命不可測的悲劇拔河 所以你就要拔河 你才會覺得 我是有力量的 命運是在我的手中 我要拉回來 所以楊麗舟就拍了 那個當地的紀錄片 我還有一個朋友叫洪振宇 你們也認識他嗎 是不是 好朋友 我覺得台灣可愛的人 他們會聚成一個圈子的人 他呢 就專門做導遊 這個導遊呢 不是陸客那種 專門宰殺人家的導遊 他做的就是 專門帶人家到賈仙那個地方去玩 然後就告訴他們說 這間是在賣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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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那那個地方有一些災民呢 他們就住到了慈激大愛村 他們就回到原來賈仙那裡呢 就去採那個愛玉嘛 那就是天然的 然後他們就住在慈激大愛村裡頭呢 就洗那個愛玉 然後做成愛玉以後就網路就去網購 然後洪振遠就會告訴他們講說 我們可以大家去都是買這些東西 很大的一個部分就是他們叫做 台灣的小旅行 就讓你知道說那個地方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你們想想那個地方開咖啡館 第一 一定虧損嘛對不對 跟北海道不同 北海道是一個浪漫的夢 北海道還可以努力啊 這裡一定虧損 我每年都編50到80萬的虧損預算 你就是理性知道說這裡一定賠錢 第二他可能還會有危險對不對 還好 賈仙其實沒有受災 那他離小林村大概還有四五公里 對 可是很多人後來那裡還有地震過一次 對不對 所以 如果說想比較多的人就會害怕嗎 因為台灣很多的鄉村非常的努力 例如像 而且有自信 例如像池上 那台灣有很多的地方已經幾乎放棄了 例如西濱的一些鄉鎮 那賈仙剛好是處在中間 那我總覺得 如果賈仙站得起來 我們台灣或許真的還是站得起來 他們還想自己再站起來 所以剛剛為什麼要拔河 因為拔河最 最簡單的道理就是把繩子抓住 不要放手 你就有贏的希望 你只要放手 你就完全沒有機會 那我們都覺得 會許台灣沒什麼機會 沒什麼希望 可是每次去到賈仙 我總覺得不是我們去療癒了賈仙 而是賈仙療癒了我們大家 為什麼 因為小孩子不放棄 大人憑什麼放棄 賈仙國小只有兩百個小朋友 可是他們已經連續三年 都是台灣國小組的拔河冠軍 對 當初賈仙的小朋友 在爸爸風災之後 因為整個賈仙是非常低迷 然後大人每天都戒酒交醜 然後小朋友他恢復得比較快 可是他也想要去安慰大人 他找不到方法 他希望透過賈仙 國小拔河校隊出去的時候 得到全國第一名 回來榮耀家鄉 讓全台灣的人全世界的人都看見賈仙 來挹注賈仙 所以雅麗舟導演 他在拍《拔一條河》的時候 他不斷不斷地去挖掘 挖掘到小朋友背後的 這樣的一份故事 那他挖掘出來的時候 也被賈仙的大人看到了 所以賈仙的大人就動起來 被小朋友感動到 所以就一起動起來 那你們是為了什麼去賈仙 你們是怎麼樣想到 其實在十五年前 我跟惠君到薰衣草森林新社 這邊來開墾的時候 也是九二一的隔年嘛 那時候大家對於新社 都存在著重災區不要去的印象 可是這麼多年過去 我們在那邊也經營出很好的口碑出來 我們能不能透過我們品牌的力量 然後我們到賈仙去 然後讓我們的粉絲跟著我們跑 跑到賈仙去的時候呢 讓賈仙的人看到觀光客的回流 讓他們提振信心再站起來 就是單純用陪伴的方式 陪伴賈仙人一起走出這樣的一個陰影 那你每一年虧損五十到八十萬 沒有很高 可是你也是錢啊 你不會心疼嗎 所以我們好好的第一家店 西屯店壓力會比較大 要把那個虧損的錢賺回來 他要賺錢去養賈仙店 所以大家如果在台中的時候 可以到我們好好西屯店去支持他們 讓我們賈仙店的虧損可以被彌補回來 那我們在賈仙的做的這一些事 我們同時也希望說 我們在裡面有成立一個小小的圖書館 就是跟很多的親子天下等等的這些出版社 募了許多的兒童的書籍 希望小朋友可以把這裡當成是閱讀空間 然後我們在裡面也做了很多的活動 比如說我們在去年就有跟我們內部的夥伴 募了很多的禮物放在那裡面 那小朋友如果你課業成績好 你拿著你一百分的考卷 去到我們的好好賈仙的時候 你就可以去兌換禮物 那因為這樣子小朋友就會拚命的想要把分數考好 那這樣就同時也可以成為賈仙的 有兩個當地的小學 他們可能會家長覺得沒有進來好好之前 可能會覺得好好是非常沒有辦法進去的 高不可攀的這樣的點 可是當有這樣的一個活動出來的時候 小朋友會吵著叫他們的家長 帶他們來兌換禮物 然後家長就多了這樣的一個機會 來親近好好 來認識好好在那邊的角色 所以妳完全陶醉在這些故事裡面 非常棒啊 非常棒 妳就會覺得賺錢是他的事 然後想要做一些很感動很感動的事情 就是妳的事 對 是 妳太這麼高了 不會 我其實還蠻信仰一個事情 就是那個 Michael Porter所講的CSV 不是CSR 不是企業社會責任 而是企業如何創造共享價值 企業社會責任其實就是說 可能這個企業賺了100塊錢 我們老闆非常有良心 就拿了20塊錢來做社會公益 可是這個是施捨跟給予的那些做法 成立基金會來做這些活動 可是我也想在台灣做一個實踐 有沒有辦法 我們跟地方 或是跟我們的利害關係人 共同來做 把100塊變成150塊而共享 所以為什麼賈仙不太賣餐的一個原因 就是客人來這裡 然後到街上去買餐吧 我們不賣藕仔冰的原因就是 客人來這邊喝杯咖啡 很想吃冰可以到鄰居的方式 所以我們跟賈仙是希望用這種方式來創造 賈仙共同的價值 我最近還有一個夢想 因為Airbnb剛來台灣嘛 最近就是那個 柯林頓總統的那個幕僚 他現在剛接任的Airbnb全球的 公共政策的副總裁 他1月1號 剛從澳洲飛到我們的緩慢民宿來住 我不斷的跟他遊說 我說你如果要在台灣好好深耕 我們可以賈仙共同努力 你來賈仙 來投資一家民宿 然後用全世界的力量 你Airbnb的力量 把這個地方變成台灣的奇蹟這樣 不斷的遊說他 有可能會成功 真的喔 好棒 我們來談一下他對你們人生的改變 我先請教王執行長 就是說這件事情從 你從一個正常一般 其實所謂正常的人就是不正常的人 就是說一個人活到完全在財報裡面 這樣的人叫正常 可是他其實這個人 我們spiritual裡頭其實需要的很多東西 都被delete掉了對不對 那你從那樣的人 跟著兩個女孩在一起 在薰草森裡頭當一個大哥 然後他們就說 這個事情很棒 我可以跟人家分享什麼 那賺錢都是你的事 這樣子 大家都講話口氣都是這樣子 OK 我會相信他對你個人的人生 包括你的家庭生活 你每天裡頭怎麼處理你的日子 會產生很大的影響 還有你的價值觀 要不要談一下 好 我應該是很正常的 我1965年出生 那個年代出生的人 基本上大概福音那個 不要問國家為你做什麼 要問你為國家做什麼 我是那個年代長大的 就是我要認真勤僕 我所信仰的那個企業家是 他們現在太年輕了 對他們聽不到 我昨天在台大教課才知道說 現在年輕人跟我們差距多大 差異太大 他講的叫J.F. Kennedy總統的就職演說 我昨天在台大受到很大的打擊 我跟他們講英海光 他們不知道是誰 我說他就是在自由中國裡頭 寫這個反共無忘論的人 然後他們還是不知道 什麼叫自由中國 然後我就問他們說 雷震 你們參加過太陽花的人舉手 有三分之二參加 我說那你是到底參加什麼花 你們搞清楚這樣 大家對過去的事情都搞不清楚 所以你繼續講 我這個年代的企業家的偶像是王永慶 就是勤僕勤儉 然後非常奮力的工作 然後讀很好的學校 到很好的公司任職 那這個叫做成功 那我們大概就是在這樣一個 群體化的教育起來 那台灣現在其實不太容許 這樣的一個成功的模式 因為主客觀的環境不太允許 那也不太允許我們繼續當那個 國外公司的代工 然後好像賺取代工微博的利潤 這個叫成功的這個情況 所以對我的影響裡面 我突然想到了那個蘋果電腦的第一個廣告 叫做 Think Different 就是這些奇怪的人 在那個影片裡面列出了甘地總統 列出了剛拿到今年諾貝爾文學獎的 Bob Dylan 列出了一些演員 奇怪都是想法 甚至是卓別林 這些奇怪的人才能夠推動了這個社會的不斷的進步 那從兩個女生其實是發生在自己我身邊的一個故事 原來成功可能不是我買了很好的車子 住到很好的房子 有一個好的工作 那銀行有存款 然後65歲退休之後 就變成是一個找老頭 這樣的一個成功的模式 原來在30歲的年輕歲月裡面 就可以看到那種燦爛的笑容 而不用等到65歲 然後耗盡青春的這些狀況 可是這個事情還是非常的困難 因為最近文化創意產業非常的受挫 所以因為文創產業賺不到錢 所以所有賺不到錢的企業就說我是社會企業 這些大家都期待成功 可是期待夢想 可是中間的這些困難是非常困難的 薰草森林經歷過了創辦人的故事 我們也經歷過了水災 也經歷過了火災 幾乎所有的困難的事情我們都有 那我想講的事情是 我突然發現快樂跟成功 原來不是建構在我們外在的環境裡面是怎麼樣 而是你真正能不能完成一些事情 你有沒有什麼非說不可的意義 你對這個世界有沒有話想說 正如兩個女孩子 她們對世界想說的這些話 然後我能夠扮演的就是 我受過良好的商業教育 然後在企業上面好像有獲得一些成功 所以我能夠做的就是 在他們這種與眾不同的夢想裡頭 我有沒有能力貢獻出來 我能夠創造那個獨特而不同的這個形式 然後用我的管理的專業把這個事情變成可能 如果這件事情變成可能了 台灣的企業應該會有所改變 因為一個去做假仙這種一定會賠錢的店 的企業都能夠賺錢繼續活下去的 那我沒有理由再做 以及台灣那麼多企業 他不會做得更好 我試圖的希望為引力事業走出一條不一樣的道路 那你現在幾歲了 我剛聽你是1965年出生嘛 對 52歲 所以你現在也50出頭了嘛 那你自己會覺得 你去開同學會的時候 你跟你的同學有什麼很大的差別嗎 大家都很羨慕你啊 我相信 對 他一定很羨慕我 因為我常常在全世界個體跑 他們覺得我生活都是過著這種 多采多姿 多采多姿 對 那殊不知我每天要工作多久的時間 這樣子 我覺得會把那個事情隱藏起來 這樣 可是他覺得你每天與花為伍啊 與美麗的東西為伍啊 與很多夢想為伍啊 跟美麗的創辦人為伍 跟美麗的創辦人為伍這樣子 那就是你跟很多美麗的東西為伍 雖然也做什麼工作都要很認真嘛 對不對 然後可是你覺得你在改變一個社區 你在改變很多人 你知道進來的每個人他是很開心的走的 對 我 因為這個理念之下 我們做了很多有趣的事情 剛剛提到的像新色 我擔任過新色觀光協會的理事長 事實上新色花海的創辦跟我有很大的關係 那我們去遊說那個農委會 因為農委會總苗繁殖改良場裡面 全部都大概都是博士 是台灣博士最多的地方之一嘛 台灣獨農跟獨一的博士最多 然後如何讓這些博士 把那些中苗繁殖改良場的土地拿出來 在冬天休耕的時候做花海 然後造成整個新色的大的改變 那是大概十年前我們所做的事情 然後整個帶動了新色的這間 這間的狀況 然後最近我一直在思考的情況就是 我們的夥伴有百分之六十是讀技職教育 他跟各位可能不太一樣 是讀一般大學 那技職教育的小孩子在台灣是相對的弱勢 因為我們不中置技職的系統 然後第二件事情就是 他們就是半工半讀的小孩 事實上就是簡單的講 我們的夥伴有一半以上 大概就是所謂的社會上 他可能不太能夠 比較窮 付不起 連技職學校的學費都付不起 然後辦公半讀的人 然後呢 然後我想說 有沒有一個企業能夠好好善待他們 他們可能是人生中第一份工作 那第一份工作遇到的老闆 跟遇到的職場環境 如果不是很好的話 他可能從此對台灣的服務業會喪失信心 對以後我要在台灣變老 要住在台灣的時候 這些幫我修馬桶的 幫我做看護的 修汽車的 這都是這些不會離開台灣的小孩子 那些讀台大讀政大的這些年輕人 應該都會離開台灣 所以我問你一個問題 就說 你自己本身在整個 現在 台灣大概從2014年開始 市場有很大的修正服務業 但我碰到服務業裡頭的很多人 第一個就是說 市場規模變小 然後營收變少 那平常沒有把財務做得非常好的 像我們上次訪問的汪立晴 他就告訴我說 他在去年上半年 也在我們這裡講 他有好幾次都想去跳海 因為他已經無以為繼了 然後一直到他碰到一個怪人 你知道他碰到就是那個 交友恆嗎 然後他碰到交友恆 交友恆投資他的理由是什麼 你們知道他投資他的理由是什麼嗎 他是另外一個神經病的王子 他並且還神經啊 他呢 原來是一個怪人 他個子很矮 他非常的瘦 他吃東西非常小心 為什麼 因為他每一年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運動要做 他一定要去極地 Solitude 一個人自己在極地行走 這是世界有一群這種人 然後呢 他一個人 然後他就一定要訓練自己身體這樣 就夠不可以太胖 因為到時候他會走不動 然後他快要去極意的時候 他就開始吃很多東西 肉 讓自己主存足夠的能量 那我問他說這個邏輯是什麼 他說因為他只能背一個背帶 背帶裡頭他一定要放一個活動的椅子 對他來講 他一個人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 然後他們同樣這個Solitude 就是說 極地 孤獨 極地 行走的人 是一個世界的一個group 他們一定一個人自己走 然後你就會碰到夥伴 就互相打招呼 所以你那個叫森林人 他這個叫極地人 你知道嗎 他就會打招呼 那他也不會想說 我可能會碰到北極熊 會把我吃了什麼 他都不會想這些喔 然後他就說 最快的事情就到一個地方 然後呢 他裡頭一定要放一把椅子 然後他就一到一個地點 就把帳篷搭起來 然後很快的就煮一杯熱水 然後他就可以喝一杯水 這水可能是茶葉 可能是咖啡 whatever 然後他把那個椅子 放在那個小帳篷的門口坐下來 就看了一片極地這樣 他覺得那一生 那一整年所有的快樂 就是從那一刻是最快樂的 他們一年一定要去一次 那所以像汪丽晴呢 他找了二三十個投資者 都要看他的財報 不管他作重是文創產業 他找了好多好友名的 那事實上這些人可能都是 幾百億的家產 汪丽晴的虧損跟他的財物 根本對他們來講是九牛一毛 但是他們還是這個觀念 就碰到了這個焦又恒 焦又恒呢一看到他 聽他講你有沒有財報 沒有 我有二三十個人我都找過 他們都是因為這樣 所以大家都不要投資我 他就明白這樣 因為他已經覺得這個人 一定不會投資他 因為焦家已經比他早的 其他那些人又更大嘛 其他那些沒有那麼大的 而且都在文創產業裡頭 赫赫有名 平常覺得很重視文創產業的人 都不要投資他 這個人怎麼會投資他嘛 對不對 那只是有人介紹他 他就忘記忘記 好好來自己跟我講 在我們對台灣以後在台北跟他吃飯 然後那個嘉先生就說 好 我投資你 為什麼 跟他剛剛講的話有點像 他說因為我住在台灣 台灣 他 deserve 一些美好的東西 但是因為你實在不會處理財務 所以我要派財務長接管你的財務 你同意嗎 我同意 好 銀行欠多少錢 明天交出來 交給我的財務長 從此就開始投資 投資完以後 解決他所有的銀行財務問題以後 那就是台中歌劇業嘛 跟你們有關的 要來找他們投標 那王妮琦哪裡趕呢 他覺得我才剛剛捅了這麼大一個洞 但是他還是問了交信 他說當然要去啊 現在全台灣最漂亮的建築物 就是台中歌劇業 這是我們表現好樣集團最好的機會 然後他們就進駐了 然後他就說這樣前面可能會虧損 交友橫就跟他說 你是不懂財報的人 虧損是我的事 要不要做是我的判斷 你就把它做美 跟做漂亮就好 他就說 那 因為他才剛剛賠了很多錢 他覺得讓人家投資起來很不好意思嘛 然後他就看 沒有一塊牆是平的 然後想了半天 他就跟他說 我想進口一些法國燈 這個可以嗎 可以 這種歌劇業你就要進口高級的燈 他就從法國進口 所以你們在台中看這樣 然後也有一個陽明山的那個秘境 那個陽明山的秘境呢 事實上是別人交給焦先生的 那焦先生就說你來弄 他就問他說 那這個可不可以要進口什麼的 他說不用 因為這裡的消費率很低 沒有預算 所以就跟他全用白了 所以焦先生就幫他判斷 這裡是不能花錢的 你要用最簡單的做 這裡你是要花大錢的 你就要出錢做 然後只有一個理由就是 台灣值得一些美好的東西 所以其實這個世界 你們要珍惜台中歌劇 這個世界所以會有這些美好的東西 是有一些很怪的人 我還第一次聽到 我已經覺得我夠怪 還聽到一個人 孤獨極地行走者 叫你在那個極地裡頭 一個人走你敢嗎 真的是 那我說你睡帳篷也一個人睡 當然 要不然我跟誰睡 我跟北極熊睡覺嗎 我就想說 那你半夜聽到外面呼呼哈哈的 你不會感覺 他說你不知道在極地裡頭 人的那種感覺 你才覺得 你真的活在這個世界上 當你一個人 在一片極地當中的時候 你知道你活著 當你在台北市 其實他應該念居水馬龍 一般就叫車水馬龍 很多車子接來繼續說 其實you don't have the feeling that you are living there 你並不覺得你是being 你並不覺得你生存者 你對那個生存 沒有那麼大的一個感覺 我們回來繼續談 回來就請下停飛 我剛剛講了就說 他們這些有特殊夢想的人 那你現在也從小女孩 三十幾歲到四十幾歲 你還在逐夢 你會不會覺得很累 不會 不會 你會不會想退休 不會 我也很難退得掉吧 其實 你會不會有一天搞到 大家 你七八十歲 已經頭髮都變老太婆 你還在北海道 或還在哪裡 在那個地方做事情 有沒有可能 當我那個年紀 如果我在北海道 在各個地方 我一定是在度假 因為我們每一個點 其實說實在都是一個 很休閒的地方 很放鬆的地方 所以就算我這樣子 巡迴這樣子在跑的時候 我都好像是在旅行 所以你根本並不覺得 我看到她 她去北海道 我們記者有拍她 她去那裡 就好像 媽媽來探望她的媳婦女兒 那個樣子 對不對 對 妳根本不覺得 妳是去上班去管理的 不會啊 我感覺去探班的而已啊 就不像是去上班 然後我會跟夥伴一起出去玩 所以其實我會覺得 我們的產業好玩的地方 就是在這邊 所以妳到底是在上班 還是到處玩 哪一個 都有耶 上班的心情 就像是在旅行一樣 是非常自在的 然後是非常愉悅的 那除非看到一些 比如說伙伴 可能服務不得當啊 這個我就會 就會比較嚴肅一點 那至於在裡面 我會把自己投射 像一個顧客 如果她在體驗 這樣的一個整個流程的時候 會不會感覺到愉悅舒服 OK 問妳一個問題 妳從新社來兩個人 跟妳聊天 妳就已經很開心 她給妳分享故事 妳跟她分享妳就很開心 像妳新知方庭 因為妳一開始 就複製了很多歐洲小鎮 所以她一開始 這個model就會很成功 還是妳會不會覺得 我林廷飛實在太聰明了 我很厲害 妳會這樣想嗎 不會 我會很感謝我們夥伴 我們的團隊 有這樣子很棒的創意想法 真的喔 對 其實現在有的這樣的一個王國 其實功勞不在於我 是在於我們所有的人 OK 那為什麼妳從來不覺得自己很棒 因為她已經不斷地在台 而且妳們到處都有媒體報導啊 我很棒可能就是在於 我這麼多年沒有被去追求很物質化的 這樣的一個追求 所以在心態上面 我跟十五年前一樣 還是一個非常單純 然後喜歡做夢 這樣的一個小女生的心態 所以妳表哥聽了妳這句話 應該開心還是哭出來這樣 他應該想哭吧 不掌勁 庭飛是我遇過最高明的管理者 因為他最厲害的地方就是裝笨 喔 這個好像很難耶 可是好像很有意思 我不會做怎麼辦 所以其他人都說這個我會做 那另外說這個我會 然後他就完全都不用做了 我們做得半死 我們來做看看好不好 他就說這個我不會怎麼辦 他永遠都是這個樣子 對 他是很特別的一個管理者 打敗管理者一般的 我的秘書在那裡 我跟你講我什麼都不會喔 你要搞清楚一下 不過他本來知道我什麼都是個白痴 心裡面大家不知道 所以他很能幹這樣 對 他是最厲害的 因為我不是裝的 我是真的很笨這樣 庭飛也是 庭飛是裝的還是真的 我是真的 沒有 就是相信團隊 他們現在在做的事情 相信每一個主管 因為每一個主管也都把 我們這樣的一個事業體 當成是他自己的夢想 在主夢在做 所以你相信他 他才能放手一搏 我認識庭飛跟蕙雲的時間比 認識王指令長久 然後我分別接過他們兩個不同的電話 那蕙雲就已經走了 那我談庭飛的事情給大家聽 你記得你打電話給我什麼事嗎 六五年前吧 就當時呢 他開新之方亭嘛 那突然詠靖 你們剛開幕嘛 對 那詠靖這樣多的客人嘛 對 那客人裡頭 可能就有媒體報導 這個媒體可能包括了中天電視台 還有好幾家 我不知道 反正呢 就是報導說 你們的有一個服務 還是食物的品質有問題 是不是這樣 有蒼蠅 因為那個是露天的 有蒼蠅嗎 對 大概有蒼蠅的一個時間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他們是什麼原因會有這個蒼蠅 然後這個報導其實不盡公允 對不對 然後以前你們也做了一些處理改善 希望我用我的影響力 把那個新聞拿掉 然後告訴記者 這個不是事實這樣對不對 你記得嗎 其實我忘了 應該是有 有 執行長記性很好 好 你記得我怎麼回答你更不記得 有 那一次我有說 謝謝文謙姐給我這樣的一個指教 所以 那件事情就讓它順其自然的發生 好 那我跟你說什麼 你跟他說不要強 就是不要 第一 不要透過這樣的一個力量去改變 正要發生的事情 然後第二個要虛心的接受 對 我跟他講說 第一 你不要因為我認識你 然後你很有夢想 我也很欣賞你 那我有一些影響力 然後你用一個特別的方法把新聞拿掉 因為這些人會報導你是因為虛心草森林很令人喜歡 那你應該把客人的投訴 正確的你要改善 不正確的 你最好的做法就是講說為什麼會發生蒼蠅這個事 就算這個新聞的報導不完全正確 可是一定有蒼蠅 對不對 那你怎麼樣做到沒有蒼蠅 所以我給他的方法是 讓新聞發生 然後呢 你不要去弄掉他的新聞 因為這會使那個記者很憤怒 他等於是有一個上面的力量把他新聞拿走 對你並不好 因為他一定是台中當地的記者 他這樣一定會繼續整你 而這樣對一個你年輕的這麼年輕的人 這對你也不好 你不應該認識了somebody 然後因此用了這個力量 所以最好的方法是什麼 最好的方法是 你想辦法讓蒼蠅不要進到這裡 不要有下一個客訴是這個狀況 他很可能只是那天進來的 一千個兩千個客人中的一個 但就算有一個你都要注意 一個都不可以 那所以呢你把它都改善好了 你就請這位報導的記者回到現場 然後告訴他說 謝謝你上次報導我們的東西 我們都改善了 然後你來體驗一下 覺得我們是不是有改進 我們很改進你給我們的指教 對不對 有 後來我有照文倩姐的做法 就是再邀請那一位記者 再回來檢視我們 我就謝謝那一位記者 這樣子對我們的 幫助我們發行我們的盲點 所以那一次我也覺得我很不成熟 打了這一通電話 那也不是 可是你會不會覺得 但是我 我覺得當我說出這樣的邀請的時候 我很棒 對不對 對 所以我們可以分享給很多年輕人說 第一個他也沒有覺得 那個我薰草攝影座這麼好 你們誰做得到 然後一隻超音算什麼 你們這樣怎麼可以 不成比例的這樣報導 他沒有用這種驕傲態度 但是他也很焦慮 然後想顧及他們的品牌名稱 可是當我告訴他應該這樣的時候 他就立刻跟我道歉 然後他就按照這個方法去做 我們給他掌聲好不好 謝謝 謝謝 這個大哥知道這件事情嗎 當時你知道這件事情嗎 我知道 我知道 然後你 他有告訴你說我的處理方式 有 你同意嗎 那時候 因為這個是有時候我們都會迷失在 好像自己 好像認識誰 或是擁有一點點 然後就想便宜行事 那是所有的腐敗 大概都是從這些便宜行事開始 也不是腐敗啦 就是說 其實就是 這在你們的整個管理裡頭 這種方式 我覺得會對亭妃的成長 對整個團隊的成長 然後還有包括對於那個記者的成長 所有的東西都是Win-Win-Game 你知道嗎 最後都是Win-Win-Game 那我們人生有的時候會碰到一些不盡公平的事 可是處理他的方法可能要有一種 就是面對 面對他很好的態度 然後接受他 對 然後去改善 面對他接受他放下他 這是我們射言法師講的 在什麼事情裡頭都是如此 我們最後來很快地看一下今天 我們的這個 助理為我們準備的幾個power point 很快給大家看一下熏草森林的東西 我們從第一頁開始好嗎 這個故事我們大家都知道了 在當時 來 下一頁 好 這是我們今天的林亭妃王春華 然後呢 在下一頁 然後就是當時的故事 在下一頁 在下一頁 這是他們的圖片 王智陽那是以前的你嗎 對啊 所以去管這個事情頭髮就會變白 然後呢 這個 我覺得亭妃比較特別的是 從過去到現在他雖然可能胖瘦有差 他嘴巴笑的都一樣大 你有沒有發現 對不對 永遠都是大 我沒有看過一張他的照片 是沒有在笑的 你們待會注意喔 說不定可以帶到 但是他任何時刻都是這個表情 對不對 你表哥是不是同意 只讓你們覺得 是啊 他什麼時刻都這樣笑 從小就這樣嘛 對不對 所以你看 天真無邪 天真無邪 然後你看詹惠君 因為他現在已經離開我們了 他只活了四十幾歲 可是呢 他從三十歲 他永遠一直要笑到四十幾歲 你活到八十歲 你可以笑那麼久嗎 我們下一頁 《薰衣草森林》 OK 再來 我要再下一個 這是我當年瘦的時候 不要再出現了這樣 這是我去明德店演奏的相片 你是演奏鋼琴還是Cello 鋼琴 鋼琴 他們其實常常在薰衣草森辦音樂演奏 然後會給很多年輕的 然後還沒有出頭的音樂家很好的機會 還自己會去發明 你這個很帥 可是還是嘴巴大笑的 本來再下一張 《薰衣草森林》唱片裡有人說 夢想是驅動生命的動力 有夢想人生是彩色的 有夢想才有創造力 有夢想的人才是最幸福的 最愛永遠都要搭笑 下一張 這個再下一張 幸福往前無時大步 我剛剛念的 這是繪君畫的 對不對 是繪的 其實這個是什麼 你們知道嗎 因為那裡老是塞車 他這是一個路標 然後他跟你講說 車子要慢慢的開 靈魂才跟得上 因為那裡老是開車 大家都好急 好急 一個人說慢慢的塞車沒關係 這樣你靈魂才跟得上 他換一個角度告訴你 不必急 然後他這是一個路標 就是往前走五十大步 就是薰衣草森林 再下一個 再下一頁 再下一頁 他就是告訴你 他還有好幾個品牌 再下一個 下一個我想看照片 這薰衣草森林的兩個logo 會軍手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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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下一個 這個是在苗栗的 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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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社的 好可愛 在新社那個地方 是在台中這裡的 在下面 然後這個是在 野餐森 這個是在 尖石殿 尖石殿 尖石 新竹的 新竹 那邊有一大片的草地 非常適合野餐 野餐喔 所以可以去那裡野餐 OK 再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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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緩慢 就是北海道 那裡 再下一頁 再下一個 就你北海道的民主 現在就是這樣 現在就長這樣對不對 現在去就是這樣 11月開始下雪 下到隔年的4月 這個時候去一定要鋪雪 OK 再下一個 這是石梯坪緩慢 這在花蓮對不對 對 跟台中比起來 就是天涯海角的地方 哦 好 緩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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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緩跟慢 OK 再來 這是金瓜石緩慢 這是金瓜石的緩慢民宿嘛 嗯 然後再下一個 這是金瓜石嘛 這是金瓜石的緩慢民宿 前面就陰陽海了 對啊 前面就陰陽 金瓜石的那個山喔 太漂亮 然後當時陶金下來 拿來那個一層一層的瀑布 非常美 然後非常非常的美 根本不可能有的 嗯 所以這個他們選在那裡 是真的很有眼光 一般人就會去選九份嘛 你知道嗎 他們選那裡真的是很聰明 這樣 而且我覺得金瓜石是台灣 台灣北部最漂亮的海 最美麗的地方 這下面 這是我們的香草鋪子 這很多地方都有嘛 對啊 來下一個 這間是九份店 那這是呢 這是南莊店 南莊 對 苗栗南莊 苗栗南莊 這下一個 這是清淨 清淨農場 你有一個香草鋪子啊 有 有 在戰區的一樓 OK 再來 然後這是童話村 位於在三億 三億的哈卡 童話村 再來 童話村 客家美食啊 對 這時間不適合看 傳遞客家的熱情好客的文化 好 下一個 這裡是童話村 好餓 這樣看起來等一下要去吃飯了 好餓 下一個 這是新枝方庭 在台中對不對 對 台中的大坑嘛 是吧 對 有更大片的草地可以在上面接受天地的祝福 OK 再下一個 這也是 Love My L-O-V-E OK 再下一個 這是新枝方庭的約會區 約會區啊 對 約會區的 這邊可以躲的地方約什麼會啊 就是在這邊約會 約會完 進到那個慶典區去辦婚禮 OK 好 再往下 這是假仙了 點亮假仙尋找一百個希望 對 下一個 假仙好好 好 那我覺得好可愛 你們就拍一張照片教所有的員工 站在那裡 穿回來這樣 這樣笑著 每個人都跟你一樣學得笑齁 來 再下一個 這就是好好 對 這是假仙還是台中的好好 台中西屯的好好 OK 在草腹路上 西屯的好好 對 西屯 好 再下一個 這是華曼巡路 就是華曼的副品牌 專門為年輕人喜歡冒險去追尋人生道路的年輕人 而設定的一個品牌 他們 在每一年螢火蟲的時候 你可以去螢火蟲季節去他們的薰衣草森林 都可以一起去看螢火蟲嗎 非常多 OK 好 再下一個 本來它的生態非常好 這是薰衣草森林的華曼巡路二館 它是一個由原來是三合院 然後我們把它改建成比較藍化風格的這樣的一個民宿 香草house 來 下一個 這個是華曼巡路在三億的地方 這是在你們的民宿的一種是嗎 對 就是華曼的副品牌 它擁有一大片的森林 所以你把既有的房子再改造一下這樣 來一大片森林 再下一個 這是在實踢坪旁邊的實踢1118 這是 陳冠華建築師的作品 那個地方是陳冠華的作品 陳冠華老師的作品 我們即將在大概四月份開始 陳冠華跟蔣勳還有林懷明老師三個會聯合在這邊做一個很棒的展覽 我們把台灣最棒的 林懷明啊 林懷明老師 蔣勳老師 還有蔣勳老師 林懷明要做什麼 由陳冠華去邀請他們在這邊做一個車展 林懷明可能最近車禍有很難 車禍 不要走路啊 除非他坐輪椅的展覽 我們可以載他到門口 這是我受的時候 你不要再出現了 下一個 沒有了 沒有了 好 那就看一下 看一下我們現場有沒有什麼人有什麼感想 你們有什麼特別的感動想要分享的 來 感動分享我們點加分 加分一定最有感想 來 我們麥克風給他加分 加分有沒有覺得你也可以 可以 我好像太老了 你覺得他太老嗎 不會不會執行長都這麼大了 好 那我第一個先 就是我第一次去薰衣草 只覺得說 這麼遠 然後就前面就到 前面就到 我開了好久 我說 鬼地方誰要來 真的 去到那裡就覺得說 這麼美的地方 真的就要有這麼特別的人 才讓那個環境這麼美 我覺得他們就是做 跟我們一般人不一樣的思維 才會創造薰衣草 這麼樣的特別 這麼樣的 特別的質感 跟特別的想法 那我覺得我們應該要 大家都一起 有機會到高雄 應該去假仙看看 我下一個目標就要去假仙 歡迎 歡迎 很棒 謝謝 我們下面還有誰要分享的 還有誰要分享的 我看你們差不多上課時間到了 我也不打擾大家 然後我們現場所有的人 給他們兩個 表演掌聲 好不好 謝謝 謝謝 謝謝文倩老師 謝謝資訊長 與創辦人 那我們請佳琦董事長 有兩份禮物要送給創辦人 跟執行長 真不好意思 他們做文章 送這麼難看的包裝 謝謝 謝謝你們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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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